大家好,我是唐妞爸爸,二乔先生 很高兴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我们这次在中国中亚峰会上面给大家画善面的事 当然了,现在说下唐妞 唐妞是我创作的一个代表西安的人物形象 她是来自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个粉彩师女友 她也可以说是从唐朝穿越而来的一个小胖妞 所以就叫唐妞 她这几年,不管在我们的仙的各个景区 还有各个商业都有了很多合作和露出 很多人眼中都觉得她就是我们的一个仙的代言人了 所以这次就很有幸的受到了我们这次主办方的邀请 在我们的新闻中心给大家一边用漫画的这种形式 结合了一个扇面和水墨 表现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仙礼物 就是这样一个还创作的形式了 一边是我们的来宾,一边是唐妞 而且还可以想常来常安 代表大家来先的一个纪念 还是一个这次中亚峰会的一个纪念品 所以这样一个礼品 这次现场的创作就非常受到了各家的关注和欢迎 尤其是很多外面的外国来宾 他们来到这边看到又是中国的这种扇面 又是中国的水墨 加上了还有自己的形象 我还就觉得是非常惊喜的一份自己的礼物了 那么在创作过程当中 我们一边会把大家形象快速地捕捉到它的特色和神韵 一边有一种偏写意加上漫画的手法展示到了扇子上 所以喜欢的人就非常的多 记得有趣的就是有人画完之后 尤其是外国嘉宾 还一定要写上中国文字 就是他的名字,祝福语等等 这样的一个形式就说明了 它是一个中国文化和海外的交流 也是我们一种文化的输出了 所以说在这一次的三个展位上面 我们这个展位门口一直是络绎不绝 就光排队的人就一直没停过 用旁边那个展位的人来说 哇,这是我参加过展会当中 最辛苦也是人群最棒的一次没有之一 我觉得这个评价确实是很真实了 我们现场去的人都能看得到 所以说到这一次中亚峰会 其实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一次很好的交流了 尤其放在我们的古都西安 很多人都说西安现在变得真的非常漂亮 我们也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所以在这次的创作过程当中 我们也是不遗余力地尽可能想要去替西安发声 给大家留下一个很好的西安礼物 到整整的会议 除了会议的两天 我们前面两天也花了不少 所以最后一共花了50把团扇 100把折扇 可以说是打破我的个人创作记录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做到的一个 中国各地博物馆和景区的一个集结了 除了当时大家看到的唐优 代表了我们的长安大唐文化 张谦就代表了我们的思路文化了 大家可以看到张谦是以他原来的 这样一个大汉英雄的形象 包括拿着结杖 穿着这样的汉服 又配合了当时汉朝的主色 形成了他的一个人物的动漫 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容和形式呢 我们不断在开发的就是 带有中国特色 中国符号 还有中国历史的人物形象 把它用动漫的 用IP的 用文创的形式展示出来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都能喜欢到他 在我们当下呢 大家穿汉服呀 用我们的中国传统产品呀 包括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种习俗 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些 可爱的年轻化的代言人 能更好地去讲述这些故事